作为361度篮球产品的桃后代言人 阿龙哥邓的签名鞋AG4有出了新版本AG4 SOAR 外形还是沿用了AG4的设计 在鞋面和鞋底系统做了全方位的升级 AG4的外形可以说是双刃剑 非常的特别 喜欢它的人非常喜欢 但也同样有很多人不买账 这回的性能升级版没有用Pro来命名 而是用了SOAR就是飞翔 这个词更适合悲天遁地的哥邓 鞋面是各位置不同密度的织物 兼具了贴合强度包裹 比普通版有了明显的质感提升 鞋侧TPU和大logo的做工都有升级 这个后跟设置的非常性感 还是很考验开发和生产线功力的 中底系统不光在材料 在工艺上也有升级 这是AG4的中底模块 但有型提示它并不是可以取出的 成品的底部涂了不少胶水 加上模具的形状 基本上是固定在鞋轩里面的 大家买到之后不要暴力的尝试取出这个 如果破坏了鞋子零件没办法穿怎么办 说回升级 首先在材料上 用了德国营创联合研发的CQT碳零件发泡材料 这种材料韧性强 耐久度好 更轻 更弹 更韧 这块中底的精髓是把四分之三掌的复合板材直接夹在了里面 也就是在发泡之前就把板子夹在材料里面进行整体的发泡 这样的优点是让中底的脚感更整体 而不是像传统的篮球鞋碳板以零件的方式放在中底的下方 如果想把尼龙板拆出来 那要费很大的功夫了 据我所知 这块复合板的材料是混入了碳纤维的尼龙板 换了这块心中底的AGIS SOAR 更轻 更弹 更韧 脚感 更整体 虽然阿龙哥登是一个内线球员 但这双鞋子并不仅仅针对于内线球员设计 因为哥登自己也说 他最想尝试打的位置是空位 他也一直在开发自己的有球技能 他希望他的签名鞋是位置模糊化 所有人都可以穿的 所以这双鞋的驾驭门槛并不是非常高 但确实你的力量越足 能力越强 它的性能发挥的越彻底 来迅速浏览一下AGIS SOAR首发的几个配色吧 这双紫色的 你来猜猜它的主题是什么 都已经在鞋上有表示了 熟悉AG系列的朋友肯定不会觉得陌生 紫色的鞋面和TPU质感还是非常非常好的 后跟有一把吉他的标志 那这个呢 有太空的元素 鞋跟有一个宇宙黑洞 我是非常喜欢这个配色 鞋面的质感 当然了 黑黄配色就不用过多介绍了 颜色主题懂得都懂 有朝一日致敬了戈登小时候的梦想 而冰刀致敬了他的母亲 我觉得现在市面上的主流篮球鞋产品可能都有一些条条框框 而AG4系列还是可以看得出设计师和产品团队在努力打破这个框架 想做一些不一样东西 如果你是戈登的粉丝 如果你是AG系列的粉丝 如果你还挺喜欢AG4的话 那这双进阶版的AG4 SOAR最好还是不要错过 是 未经许的话 是 多 nombre 指定的 转发 稍存 转发 转发 转发